主要先用彈幕彈的顏色 在这个艺术领域三十几年了 也可以因为这样接引更多人 民国九十年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办春年辉号 不是在我们的金师堂 那时候我们是成立有一个书画联谊会 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 接引一些书画的志工 来了解我们的实际这个大环境 不是你在外面听到 跟你真正的去参与去感受去体会 又不一样的 只要是上人要发起这个 我能做得到我都尽可能去做 我都会利用晚上的时间 哪怕是很累 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 经营会顺利 让我改变最多的也是金师鱼 因为以前会很多事情都很执着 而且又完美主意 什么事情都要求好 比方讲有人如果讲一句话 刺商的我 如果以前我的个性就会理直气壮 就会去跟人家争论 可是因为写进诗语 让我改变了就是说 上人讲说要理直气容 反而我们退让一步 沉淀一下 或许很多事情就很圆满了 很多事情要用客观 尽量的去包容别人 因为每个人不是一个十全十美 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十全十美 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学习